洗車廠電源拿高壓風槍去除車體水分 接著使用吸塵器清除車內灰塵 車廠全程手工保養 利用毛刷清理細部 連大蠟都不使用機器 走高級保養路線 但卻被離職員工投訴 沒有大學學歷 公司就不幫你投勞健保 你們大學畢業 拿到畢業證書的話 才能幫你們保勞健保這樣 姚先生控訴在洗車行 負責洗車打蠟內專工作 做了半年公司卻完全沒有幫他保險 加班費也沒有按照勞機法 他詢問負責人 公司說等他拿到大學畢業證書 才要幫他加保 不加班的話是9個小時 但是如果加下去的話 可能會到超過10個小時 洗車廠位在台中市區精華路段 被員工指控沒有大學學歷 就不幫忙保勞健保 新資條勞健保都是掛鈴 一個月基本加班70到80小時 但換算下來 加班5個小時才600元 等於一個小時才120塊錢 根本不符合勞機法 但業者很冤 你說他勞健保的部分 他其實是自己所要的 可能有債務或者是什麼需求吧 業者強調不可能省置點消遣 當初是店員自己不願意保險 還懷疑對方有債務問題 我們還是建議 勞工上班的第一天 就要為勞工投勞保期健保 勞工局表示 不管是勞工不願意保險 或是投保單位不幫忙保險 都已經違反就業保險法 現在雙方各說各話 到底是誰的錯都還要釐清 目前投訴人不排除 向勞工局提出申訴 記得有綜合報導